台湾凤梨 金门高亮酒 太阳饼 高雄鱼松 1月18日 第11届安徽合肥年货展开幕 台湾高雄馆首次设立并亮相 特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 据了解 高雄馆是合肥年货展举办11年来首次设立 全部产品以高雄市本土出产为主 迫及其他县市物产 为合肥市民带来原汁原味的高雄味道和宝岛祝福 然后这次高雄我们主要选择了高雄的水果了 像高雄比较有特别有名气的牛奶蜜枣了 刚好这个季节也是高雄生产蜜枣的一个时节了 然后还有高雄的凤梨 还有高雄的鱼松了 高雄馆的设立经合肥市台办 合肥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 与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多次接下 成功采购了9个货柜的丰富产品 包括水果 高雄酒 凤梨酥等台湾特产 当然借由这次的这个年货展会 我们当然首次我们希望能达到一定的推广 以及宣传 对对然后再来后者 我们也年货预计在这边设点 一个合作的办事点 据了解 合肥年货展是个传承传统年俗年卫的大平台 被誉为年货充满 集合旅游购物 产品团购 年货消费 和年文化传承等多种元素 让河北广大市民在年货展上 感受到隆隆的台湾年味 后续我们希望就是能把更多高雄真正的好产品 来销到我们安徽 乃至整个大陆了 然后我们也愿意去作为这样一个两岸经贸 沟通的一个平台 一个桥梁了 去为两岸更深深的交流 多做贡献 去为两岸经贸